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美國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台灣之行 非常高調 而且想不到她這次 亞太之行 新加坡馬來西亞 只不過是頭盤和餐湯 而後面的 日本和韓國 是甜品和咖啡或茶 中間的主菜 先是台灣 而且主菜中的主菜 是佩洛西 佩洛西 和蔡英文總統 這兩大事業成功 的女性 面對面聊天 這次就 不知是誰刺激誰 中方 由於 透過 御勇的喉舌 一定會將飛機打寶寧 還有攏上飛機 去不知道那裡 你知是女人 你不可以跟他鬥氣的 你跟他鬥氣 佩洛西 帶你回頭 即使可能初初都是想過境五個小時 現在就擴大 不但煮一晚 而且整個program非常綜合、立體和全面 除了見蔡英文 下午那場吃飯 蔡英文之外也有台灣國軍和情報部門的首長 另外就在這個叫做美國在台協會裡面會見 這個叫做台積電的董事長劉德欽 另外也會見在台灣一些人權的人士 包括吳爾開希和香港人銅鑼灣書店的代表林榮基 可以說這次佩洛西完全是美國總統的代理人 就是飯飯都管 由半導體晶片安全 到這個叫做中國、香港、台灣的那個人權 還有自由、還有民主 直至到這個台灣將來 怎樣跟美國的國防部、軍方那裡怎樣協調 防衛方面的承諾 可以說一望打盡 正如我們《風雲曲》所說的 這次是不會爆發任何的戰爭 這次終於應驗了 不過你應驗很多了 那麼多謝各位禁熱烈的支持 記住如果各位喜歡 真的要訂閱 還有按一下鐘仔就可以完成將來 從今天開始每一次都溫馨提示 叫你埋位的過程 是不是? 白偉松 陶先生 那麼首先都要多謝這麼多的支持和收看 在昨天那一集的《風雲曲》 應該是單日的收看都破了我們頻道的記錄 應該有成二十多萬 那麼多謝大家 陶先生的評述當然是十分之準確 他有預言一擊即中 佩洛西果然高調去到台灣 會見蔡英文總統 那麼我先講一講 有人比較在二十多年前 另外一位眾議院議長金李奇訪問台灣 將他比較 其實是沒得比的 如果大家記得當時 金李奇是先去中國大陸 會見江澤民 跟著才再去台灣 那麼所以呢 其實在當時被認為 這個美國訪問台灣之行 其實是緩和著兩岸的關係 但是這次蔡英文訪問台灣 恰好調轉 除了已經過了二十多年 整個中美的關係不同了之外 其實中美在這段日子 是劍拔老張 以及不是以往在滑船著兩岸的關係 這次佩洛西去到台灣會見蔡英文總統 很明確指出美國是不會背棄台灣 而且還會因應中國可能實施的經濟制裁 去特別為台灣制定一個貿易的框架 和美國去進行一些特別的貿易關係 這些種種的細節 用後大家看新聞再說 不浪費時間在這裏 但是你看到剛才陶先生所說 女人真是不得罪得 除了蔡英文 你看到她一直以來強硬 有哲有理的態度 這次拍了佩洛西 我看到那些新聞圖片那些畫面 哇 我真的覺得這個世界是否由女人拿出來的 男人去了哪裡 那些拜登那些老人痴呆在做什麼 是這麼說的 有些歷史學家就指出 人類六千年歷史 雖然是女性做領袖的機會不多 但是沒有一場戰爭是由女人發動的 是吧 世界上所有的戰爭都是男人發動的 女人是未能發動的戰爭 相反女人是這個叫武儀天下 會多一份細心和關懷的 所以這次佩洛西 就發揮了女性對細節的那種體重 包括她自己的衣著 那個怡紅打扮 和那個禮節的安排 是吧 和飯飯都周到她是把台灣這個program 是反客為主 她不是真的訪問台灣 是巡視台灣 和她這個主菜那個menu 那個餐單 無軟忽戒 和那個菜式之豐富 是由她一個人撤計和打點 當然表面上 是吧 當然她也都配合 拜登這一位資深的民主黨 黨友 這句話是由於拜登很明顯的 好像疑似老人癡呆的口誤 令到中國有人發揮了 這個說話是可圈可點 這句說話是由於拜登很明顯的 好像疑似老人癡呆的口誤 令到中國有人發現是一個切入點 就是說好像鯊魚看到有一條傷痕 有些血流出來 於是就發起一個叫狂咀 一個民宣的運動 戰狼民宣運動 包括打飛機 攔截的飛機 這個叫做佩洛西 降落台灣之日就是武統之時 然後還出到中央軍委出來說一定會有所行動 這個是被拜登虛訪的一招引了入局 接著拜登很好笑 在佩洛西一出發之後 就宣佈自己確診第二次 這個所謂新冠狀病毒 好了你已經打了針 好了這把年紀如果你真的確診 是不是應該休息起碼都五天 是否有生命危險 對嗎 不是的 當佩洛西一到星馬 拜登馬上掃頭 掃頭什麼呢 宣佈美國已經成功用無人飛機 即是那些斬首機 將這個叫做阿蓋達的第二號恐怖分子頭目 這個叫做薩拉維 是不是 就已經把它制裁和蒸發 是吧 然後拜登就說世界上的恐怖分子頭目聽著 你們是走不掉的 這個全球的恐怖活動 這個伊斯蘭國已經被川普殲滅了 阿蓋達也都人才凋零 不但這個拉登已經是復發於奧巴馬時期 這幾年相對全球這兩大恐怖組織的炸彈活動是全靜的 就是說現在中東的那條恐怖線是不活動的 這個時候拜登就這樣宣佈 並且說這次他不是老人痴呆的 對眼是有一點點目露空光 說世界上的恐怖分子頭目 你聽著你走不掉 這句說話在外交層你一聽就知道 是指喪馬懷 性動激勢 配合這個叫佩洛西之行 你說是不是巧合呢 還是因為話中有話 這句說話我經常都說我會聽 當然有人會聽了 那你還不收手 是不是 是 在國際政治裏面是沒有巧合的 每一件事發生的先後或者次序都有它的原因和道理 陶先生你這樣的分析當然是十分充分 不過我想留意一下今天佩洛西會見蔡英文的裝束 我看回新聞圖片和有直播 蔡英文就一貫地低調 穿了一件灰色的西裝外套 黑色的襯衣和長褲 帶了一個應該是米白色的口罩 但是佩洛西呢 哇 厲害了 我以為他是東道主 穿了一身淡粉紅色的套裝 好像他樂基那一套 裡面是粉藍色的襯衣 口罩是配色的 都是粉藍色 多了一串豬鏈 蔡英文就很樸素的 就沒有藍所有首飾 你看回新聞圖片的畫面 當然蔡英文很會做 也是一貫他的作風 就襯托出佩洛西呢 是一種高調和強勢的印象 當然啦 這個呢 也是一種美德來的 是不是 東方的女性呢 就要知道呢 謙和 和儒家的思想有憑至遠方來 既然呢 這一位稀客是充滿熱誠 也都不能夠身為女人 在衣著那裡幫她搶風頭 何況蔡英文是新一代的女性主義者 是不中之憤 從來沒有試過穿裙出場 反而這個佩洛西是屬於上一代 就是這個金賴迪那一代 那個出席那些武會那些 是女權在她年輕的時候就名牙 所以她不是那種那麼激進的女性主義者 那這些是由那個社會文化的 看這兩大女強人 這個風雲聚會呢 都看得出一個層次之不同 是不是 所以這次呢 就影響深遠 我也都說過 真正的小小的危險呢 就絕對不會發生 於佩洛西在台灣島那一天半日 而是佩洛西走了之後 中國會對台灣發動某種叫做攝氛式的騷擾 這個呢 真的了 種種攝氛性的騷擾已經開始 譬如說這個叫聲稱禁止百多種台灣產品 就輸入對岸了 水果那些金和骨又不准運送了 我預測接著台商在大陸做生意 或者兌換這些台幣 美金等等 都將會出現困難 它不管你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總之一棍掃過來 這些叫做攝氛式的報復 這個攝氛式的報復不止會波及台灣 隨時香港都會 我都說過了 是不是 結果真的了 香港的特首李家超 還有政務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 連衛生福利局局長其實不關他事的 都要紛紛表態 強烈演責 什麼反對的那些東西 你知道 那個詞彙就跟得足 還有這個特首李家超還說 香港特區政府將會全力配合 中央維護主權領土完整的種種 怎麼配合呢 我們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 它主動配合主動成怎樣呢 這個是日後 怎麼會影響香港人的利益呢 這個是繼續主事 是不是 陶先生 其實眾所周知 一向以來這些外交部的辭令 又或者這些宣言 其實不是說給外人知道 也不是說給美國知道 因為大部分都是用簡體字寫 是給14億的中國人自己看的而已 特別是 你之前也有寫過 就是說喘訪 說佩洛西這次訪問台灣之行 好像一隻老鼠到處流喘的喘 去到台灣 特區政府的官員 當然是copycat 照抄書 就繼續用這個字眼來形容佩洛西的訪台 但是英文呢 他們就沒有這樣去用一個 帶有歧視性或者負面的字眼 只是用visit 我不知道是那些翻譯的問題 還是他們不敢用這種侮辱性的字眼 為什麼只是中文用喘訪 英文只用visit呢 你不如深入分析一下 這些就是兩面人 我一早就說了 和你說的 這個叫漢語用簡體字 企圖是給這個上面的主人看 但是如果英文不簡單的嘛 英文呢 你是花源道美國領事館之下看到的嘛 如果你要將中文這個喘訪 強硬揮曲到英文那種changlish 那種充滿個人身攻擊和仇恨的形容詞呢 那你真是會聽 它會害怕 它會害怕 就會害怕到遭到美國方面的報復的嘛 現在呢 你知道呢 美國都很生氣的嘛 面子不是你中國獨有的嘛 美國都要面子的嘛 你以為全世界 你中心只有你一個要面子嗎 美國如果不要面子 你不會刺激到今次佩洛西呢 加碼 是訪台嘛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拿來衰的嘛 很多東西 那所以這次學精了 在英文裡面將一個喘訪 喘訪 如果你要英文怎麼樣 禮橫指曲呢 很多種叫做 叫做 Red Running Still See Visit 或者叫做 Red Light Visit 你敢不敢用那個 Red 字呢 醬液字呢 你敢不敢啊 給他下西傳到外看得到 將會對香港特區政府 包括這個親自翻譯英文那個 你不要以為可以躲起來 會不會加以報復呢 你不敢用銀行 害怕 又是 制裁你 香港人呢 我始終是香港人 知道嗎 是非常聰明的 知道嗎 愛不愛國那些東西呢 對於他們來說 無謂評論 最重要是身家性命 還有有糧出 還有有後路 將來去美加旅遊 還有日本看櫻花呢 西方文明國家 旅遊Visa 暢通無阻 BNO 和居英權收藏呢 都不獲英國政府撕毀和收回 這幾樣是全部這些 特區政府 或者叫做精英 我相信他心裡面的那條底線 就是這樣了 祝他們沒有幸運啦 祝他們幸運啦 這些做官 每個月幾十萬 都包起來了 那就不緊要了 其實我替很多娛樂圈的那些藝人慘 因為今天鋪天蓋地 就在微博上面有一個運動 或者有一個叫做宣言 叫做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港台的那些藝人呢 哇 慘了 輪著隊一定要Pose 不要緊 你Pose不要緊 但是有一個Pose就會告訴你知道 究竟未轉發 只有一個中國的外籍和藝人的名單 我這個是不update的 但是我都幾個小時前了 包括林心瑜 周杰 倫書 騙蘇有憑 賈政文 羅志祥 張惠妹 蕭敬騰 郭彩傑等等 加拿大籍 包括陳冠希 彭于硬 這些都列出來 告訴你 你還沒轉發 還沒出聲 還沒出聲 本來不關他們的事 蔡英文和佩洛西見面 他們是賺錢的 現在你不出來轉發也有事 有這些原因 這種就是洩憤式的報復 所謂洩憤就是 我不敢對付正式的敵人 但是那個人走了 我在家裡擲東西 哪個小孩子還走 爸爸 爸爸 我兜巴就蓋上去 所以那個小孩子其實都很孝順的 不過你在一個錯誤的時間的時候 伸了一塊臉上去而已 那也對的 因為你在大陸找茶飯 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的 這麼個人 一場演唱會 一個輪迴演唱會要代幾億 對不對? 在這個時候叫你捱下義氣 跟國家幫口說話 你都不肯 吃得鹹魚當然是應該付出這個代價 不止香港由這個李家超領銜表態 這個衛生福利局局長都表態 香港各大政黨在工聯會帶頭之下 也都全部表態 我預期這個表態 這個大運動是會深入的 比如說行政會議這麼多個要不要 要聯名聯署在各大中文報紙和英文 這個南華早報都要登廣告呢? 跟著全體這個叫AO 正所謂的AO黨 這個有人說了AO黨是仰不熟的 所有的政務官是不是應該也聯名聯署 中英文是登齊廣告呢? 堅決譴責 這個呢 中文呢你要用大陸戰狼式的那種 就叫老妖婆呀 老毛婆呀這樣做 也有一些黑客進了台北的火車站 在螢幕打出來 你的字眼要有這麼高度得這麼極端 因為現在是講鬥爭 然後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你要把這些字眼翻譯成準確的英文 在南華早報全版再登一次 大翻譯運動 不是自己 自行 你怎麼叫表態呢 對不對 我贊成 對不對 現在你自己都說要配合 這個中央維護領土完整和主權安全 李家超身為特首這樣 發出這個呼籲是一件好事 那你跟著那些治港精英 馬會 董事局要不要呢 好了 全體這個叫特區政府的官員 例如廣播處長要不要呢 例如各大中文傳媒的總編輯 和這個叫社長 這個叫投資者要不要呢 是吧 我想都應該有這樣的責任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時候啊 是吧 所以這件事 佩洛西的訪問 所謂的喘訪這件事 真的好心地傷害到14億人民的感情 不是小事來的 但是陶先生 其實14億人民很有創意 他們在網絡上面分析 我昨天特別留意很多微信和微博 他們轉發了一條文字 他說通常那些怒婦 就是那些有暴力傾向那些老公 在外面丟了簾 他不會在外面打人 就是受虐 受虐 他會回家打自己的老婆子女 所以他們在大陸現在網絡 是發出家暴警告 知道嗎 很有幽默感 是 好笑 要大家留意 就是那些老公 外面沒有面子回來 就會打老婆子女 現在大家是很小心翼翼的 因為怕央及那些家人是現在 但是我有想要持平一點 是不是 其實都有反制 8月4日星期四開始 會有5個地區圍繞台灣 進行軍事實彈演習 那這些都是反制 是不是 陶先生都算了 除了不輸入台灣鳳梨之外 這些反制就是父母、家長做事 兒子做子女、家丁、家傭 那些都有自己的反制 那我說這種洩憤式的報復 有沒有效呢 那個層面我認為都沒有什麼效的 第一這種反制是有限的 因為現在它只不過是暫時將整個台灣聲稱 就會展開一個密集式的圍繞性的一個叫做軍演 第一這些軍演來講 你自己都虛耗很多子彈和成本 如果你是何槍實彈 第二 你騰騰轉這樣包圍呢 那包圍達到什麼效果呢 你是不是想著封島呢 封島的話 是否令到外面的物資 包括美國那些牛肉、豬肉、小麥等等 是運不到進去呢 如果是這樣 你這個軍演一定要持續性和成為一個常態 24小時 這樣就不是軍演了 那就是封鎖了 一旦封鎖 那就是那些軍演 那些軍演 前面都帶來了 是有一個本來的 他其實以為 各位看了 那些軍演 不是人嗎 那些軍演 的那個領海範圍 未進入那個領海範圍 就進入這些經濟轉區 那你久不久一轉 久不久一轉 是吧 就是梅花三弄式的這一種報復性的滋擾 那這種滋擾久而久之 其實台灣都習慣的 慢慢變成以色列 耶路撒冷 那裡叫約旦河西岸這些 長期都習慣了那邊巴勒斯坦打兩槍過來的 那只要不是造成 台灣的民生是受到圍困和封鎖 那這個是對於台灣本島裡面的軍隊 和那些人民的士氣 就不履削弱 反而增加 反而這次 正如我們不能支持的 最大的隱憂是國民黨 這次佩洛西 下午吃飯見面 好像沒有怎麼騷擾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都是一個大黨 下屆如果蔡英文做得兩任 是不知道誰上台 如果朱立倫 又或者叫柯文哲這些 那怎樣都好 佩洛西以仕頭婆的身份 都應該照她過來照一照廢的 但是這次是沒有的 沒有兩個理由 一個是時間倉存 第二呢 就是都想著你國民黨 下一屆都贏不了了 又或者根本是對國民黨不予信任 當然這個朱立倫都害怕的 見到自己不是很受重視 今天說 他說親美是國民黨一貫的立場 那就是說 馬英九都是親美 紅壽柱都是兩面人 都是親美 所有青天白日 藍營都是親美 這個是會對國民黨形成一個內鬥和分化 反而民進黨在這方面 就是一個共識 所以跟著這個發酵下去 在台灣這個內部 和它這個外部的環境 都會有一些顯著的變化 是不是 是的 陶先生 我用回我編劇或者劇本的角度去理解現在發生的事 就好像一個失了戀的男人 不斷在前度旅遊的家裡外面 走來走去 張張望望 間不中就走去敲一下門 就在那裡聲稱這個女朋友 依然是自己的女朋友 不接受這個女朋友 其實她已經分了手 甚至有其他的另一輩 但是事實上 這個女朋友在這間屋裡面 就繼續自由自在生活 她繼續可以跟她其他的男朋友交往 她有自主的經濟能力 但是這個經濟在外面 有時候政治的東西 沒什麼心冒 不外如是 沒心冒 是的 這個精神病的領域裡面 也有一種叫做stalking 背後不斷厚實 不斷厚實 不斷厚實 以你爆生 你這些這麼有名氣 這麼有才華的人 你也有幾個stalker的 或者hater的 我也有 不要說你了 留意著你一言不幸 留意一下你到底去了哪裡 吃著什麼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特別交的聲音版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收看和收聽 謝謝陶先生 我們明天繼續有風雲菊 請大家繼續支持 繼續留意和訂閱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對風雲菊的支持 風雲菊 在YouTube平台出發 不問翻牆 彈球月界 少漢古今善惡 審究人情八態 逢星期二 四 六晚10點 風雲菊約定全球華人 節目是完全免費播放 而我們在短短一個月間 訂閱人數升破10萬 大家的這份支持 令風雲菊的團隊打了一枝強心針 亦不枉陶健 鮑偉聰 我們兩位主持 每次長途不攝 淺利條條 都要坐在一起做節目 如果看到這裏 大家還未在YouTube Like這集的影片的話 希望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話 無論你在不在直播時段 大家都可以用超級感謝 超級貼圖 以及超級留言支持我們 有能力的朋友 希望大家同時加入陶傑Patreon 以及霸偉聰重浸直雪的Patreon 而Patreon亦會包括有每一集風雲菊的聲音版 大家的支持 會令我們可以更加有動力 一直攜手走下去 越過死陰憂谷 一直走到陽光普照 風和日麗的一天 再一次 多謝大家的鼓勵和支持 下一集 約定風雲菊 再會 再一次 be BEC 視 uw國安 內心 很遮挽